宣导交通安全 这竹山镇中央社区的 街巡老人家很俏皮呢 模拟了各种的状况剪出 要透过镜头拍摄 呼吁大家一起重视 因为这几年老人交通事故的比例 已经是提升了不少 而配合教育部的乐林学习 他们就构思了这一部 交通寻导短片 道具是由大家自己动手做 虽然是第一次的 在镜头前当主角剪出 表现到是相当自然 而且不扭捏 而未来作品完成之后 也将上传到网络 在各社区乐林据点播放宣导 5 4 3 2 阿公阿嬷专心的投入演戏 有时讲师还穿插 交通安全知识的问答 当乐林课程是充满了互动性 为了帮助老人家 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并降低事故的发生几率 教育部是借由拍片的方式 希望能达到对长辈进行交通安全宣导的目的 因为目前教育部 乐林中心它正在推展核心课程 所以就希望能够拍出一些核心课程的主题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选老人交通安全这个系列 那它打算用数位的方式 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让大家一点就可以马上看 阿公阿公 但是有听声 没看到命 对于这群长辈来说 能有机会上镜头 教大家交通安全是很特别的经验 不过上了年纪的他们 想要被台词和桥段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过大家对他们都很有耐心 也让阿公阿嬷都相当期待 训练片的完成 藉由演戏的过程 阿公阿嬷就好像替自己上课一样 加上拍片给大家看 对他们来说是更加有意义 经由角色的扮演 他们会对他们的记忆 对他们如何走路 如何骑车 如何开车 他们会增强他们的记忆 然后走路会比较 就注意到说 哪个地方会比较危险 我们要怎么去注意 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65岁以上的长辈 可以说是高危险群 不过用最贴近长辈的方式 让交通安全的知识传达出去 也将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记者王子余南投线 参访报道